印尼西爪哇芝卡朗地區 有一位金氏店老闆 七年前在志工的邀約之下 開啟了他的慈濟錄 而他最愛做的就是環保 親切的問候聲 傳進慈濟固定在生態公園 做回收的帳篷區 他是印尼芝卡朗地區的 戶外組長和環保幹事古尼亞萬 加入慈濟七年 環保是他最熱愛的寢物 回想起當初踏進慈濟的姻緣 他說很感恩一位師兄 一直切而不捨地邀約 如果沒有那位師兄的堅持 他也不知道原來做慈濟 會如此快樂 如果後來後來 也不一定會失敗 我們工作也不一定會失敗 所以我當時很懶惰 要開始做回饋 即使不太極限 我們要進行 最近這兩年 他甚至把家裡的一處空間 挪來作為慈濟的環保回收點 家人也被他做分類的熱誠影響 一起為大地付出 這是這個機械 它是肱子 所以我才能夠做到 我們就能夠再加進去 這可以跟它做一個 跟它做的嗎 對 跟它做的 跟它做的 剛才能夠做到 可以成為一個地方 在此季做環保的他少了平常当老板的霸气 志工眼中的他看到的更多是 亲力亲为和谦逊 他期许自己的环保路 能一直走下去 也影响更多人来投入 大爱新闻 史蒂芬尼 拉登 古纳迪印尼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